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树河古镇 这边就是古镇那边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停车的地方是免费的 然后这边还在充电 我们每次到这边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这个腊白锅火锅 现在我们就准备走路过去 没有多远 导航了下800米的距离 10来分钟吧 然后等会我们吃完饭可以晚上在这边逛一下 对 看一下这边晚上怎么样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逛过树河古镇这边 然后我们打算明天也待在这边吧 然后因为车子可以在这边充电 而且停车也方便 然后这边就走路出来逛嘛 对 然后明天下午一点 后来晚上也可以往那个栗江古城那边去 但是在看情况吧 赶紧走 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我突然有点冷 收收的了 我穿了个背一下 那你走快一点吧 对 这边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古镇里面来了 但是路上的人非常的少 哇 基本上没什么人啊 我们是团购了68块钱的这个套餐 还是可以哈 其实刚才来的路上哈 我看见很多店也是这个价格 对 其实不用团购的 这边确实比栗江古城那边要便宜一些哈 我记得我们原来来吃好像是90多吗 还是100多块钱啊 90块钱左右吧 但是你今天不是看了在那边好像涨价了 对对对 这边吃要便宜一些哈 对 也可能是现在疫情的原因吧 生意不太好 可能稍微降了点价格 也有可能 嗯 这边环境还是不错 太少 真的太少 路上都没什么人 咱先喝点水稍等一会 好嘞 好 花茶 好香啊 哇 玫瑰花泡的 嗯 它这个60多块钱的套餐还是蛮丰富的哈 还有个这个 这叫什么 栗江爸爸 栗江爸爸哈 然后三个蔬菜还是可以 然后关键是有酥油茶耶 还没有到西藏就喝到酥油茶 那边味道不一样 稍微一点 稍微一点 是不是再清淡一点 对 然后多一点甜味的感觉 就是改良过的那种哈 相当于甜茶有点像是吧 和甜茶也有点不一样 介于甜茶和那个酥油茶的中间 这个完全不一样 没有那边那么浓郁的那种味道 你看看它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我感觉像甜茶的 嗯 嗯 应该就是 两个之间的感觉 感觉它多了点那种玫瑰的味道 嗯 还不错 然后它这个分量还是蛮可以的哈 这么多排骨 你给我打的什么 占叠啊 我这个是随便弄的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绿浆八八哈 嗯 还没有吃过的 还可以 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八八都在我们的 味道差不多 这一下肚子嘛 主要那个喜舟八八 其实跟这个也差不多 就是它里面有包了肉的 对对对 嗯 欸对 沾点酥油茶 我觉得还有那个西藏那边的青椒饼也特别好吃 我特别喜欢吃香哥里辣的油炸 可以,我们过前就要到香哥里辣了 会到那边吧? 对,那回去看看 那边有一家牛火锅超级棒 我想了好几年了 这个已经好了,我来吃一下 不知道我调的这个香好不好吃 我也在像你那个笛子 比较香,但是那排骨确实不错 我就想你那个笛子会不会毁了那个排骨 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 嗯,我这个加了点芝麻酱和花 你乱的弄,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这个吗? 等一下试一下,喝点这个 我感觉确实没有那个酥油那种感觉 要稍微少一点 但很多人喝不惯西藏的那个 对,但是这个我估计很多人喝了 我感觉这个不是酥油茶的味道了 嗯,还是不错 我觉得来第一家这边,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辣排骨的火锅 对,这边的特色嘛 我们每次来都吃的 街上好多都是卖这种东西的 但是确实非常好吃 但是如果吃不惯这种辣味的 估计可能就没有太喜欢了 这就是那种辣肉那种 对,辣排骨的嘛 它还有辣土鸡,还有辣猪蹄 那今天那个猪蹄好吃 对对对,非常好 土鸡也是辣的土鸡嘛 应该是吧 刚才要了一杯酒 那个玫瑰花链,来试一下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嗯,好漂亮 我刚品尝了一下还挺好喝的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可以喜欢喝 我能喝吗 还喝一杯吧,没事 一会走不回去了 我背你嘛 一人一杯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粉色的 干一个 还可以,我感觉没什么大的酒精味 那个太香了,很舒服 可以哈 嗯 别一个人喝呀,来烹一下 一人饮酒醉 喝点小酒 我基本上喝不出太大的酒精味 我已经有点上头了 挺好喝的哈 嗯,特别香 他还有那个青磕酒 那青磕酒看我度数有点高 我就觉得算了 他写的度数啊 40多多 这个只有写的12多 12多还不高 哈哈 比啤酒高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来逛下这个果子还蛮不错 人少非常清静 非常的悠闲 明天白天来也特别舒服吧 嗯 那可能晚上逛也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没什么人了 可能很多天都没怎么开 对 待会儿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就要快吃好了 哇,你脸都红了呀 真的吗 是,上脸了 哈哈哈 感觉 头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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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喝几杯啊 这个小贝贝喝了有两杯吗 三杯 差不多哈 能走回去吗 可以 不行的话我背你回去 马上就要吃好了 吃好我们外面去稍微逛一逛 就可以回去了哈 现在我们已经吃好饭了 准备 那要在个古镇上面逛一逛 就准备回去了 霓虹稍微有点上头了哈 是不是 晕吗 能走吗 然后这边晚上之后人也非常的少 你看嘛 我后面这街上就没什么人 霓虹走路都有点飘了哈 慢慢走 这边地上全是这种石头 没有特别好走 就这边随便逛一逛吧 就这边随便逛一逛吧 快我就住 Canca 乖